GINO為求發財 盡搞的人才兩師 對 師父的生日 我們每個人要來 認 認美東西 要認 認你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把碗打 最後師父生日 我就買了 那我想把我平安 過了三個月之後 你要就倒了 又騙財沒有被騙 今天晚上11點 超市大小姐進化論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可是像小孩子 我會覺得說他是不是 真的要大一點比較開竅 因為像我那個小的 你以前罵他 他就是皮皮的 好像也沒聽進去 可是最近我如果罵他的時候 他好像比較能夠聽得懂 也會認錯 是不是真的要大一點才聽得懂 你這個算皮皮的還不算 皮皮比方他還有至少一半懂 洪哥那不是人的 你看 明明是女兒開的門罵兒子 你看 他說因為他聽不懂啦 聽不懂 所以罵兒子 因為兒子真懂你 那到底多大才不是太小 要上國翔嗎 這個要定義一下 小Baby其實從你大小生 那個臉神啊 臉 表情啊 眼神跟音量 但是這個只是 他知道事情不對勁而已 其實他要跟他做錯事的連結 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他表達出來的態度 是不是認真嚴肅 那孩子接受得到 那個語言要配合得好 有一次那樣子生氣 他氣在那邊罵小孩 小孩小的時候 那你氣死我了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怎麼膠打 你都太溜臉了嘛 氣得我是氣窍生煙啊 結果想 嗯 氣窍生煙 媽媽 什麼是氣窍生煙 就這樣 我以為氣到一半 你都還停下來想解釋 我氣得我快折瘦了我 折瘦又是什麼 是折瘦啊 對 對 氣到我快靈魂出窍了我 那靈魂出窍是什麼 臘慘 有什麼辣呢 有三個重點不要忘記 第一個 不要讓孩子只接受到 你生氣了這樣的訊息 他要知道他做錯什麼 第二個就是 你不要在他第一次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痛下殺手的 又很難聽的話 或是讓他很羞弱的話罵他 因為他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他把車開門 門打開 他一輩子沒有做過這麼危險的事情 是 這個事情很危險 以後不可以再發生 可是他會很委屈 他說我不曉得這件事這麼危險 那你好好講 我以後就不會再這樣做 你只要表情夠嚴肅 跟我講說不行 我以後就不會再做 有必要這麼難過嗎 所以有的時候 小孩會覺得很委屈 我以後不犯就是了 第三個就是 剛剛唱平哥講的 在你罵的時候 不要用太複雜的字眼 小孩他想學 可是他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麼 譬如說 你不要一直騷擾妹妹 騷擾是什麼 對啊 聽不懂啊 剛剛你說的說 不要打妹妹也許他聽得懂 因為騷擾妹妹 他不知道那我要怎麼樣做 才對啊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 第四個就是 我們很明確 所以你不只是跟他說 不可以做這件事以外 你可以跟他說 那你可以做什麼 有些孩子是在 兩個選項的一個環境內 他選了一個不好的選項 譬如說今天 他跟另外一個小孩搶玩具 最後他給他推打 那這時候你可以跟他說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對不對 你也不小心情緒失控了 你罵了他 好吧 那既然罵了 我再跟你講說 我不是因為 我不是因為我現在這個很生氣 尤其是因為你這樣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呢以後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那以後你的選項是 譬如說來跟爸爸媽媽講說 這個孩子搶你的玩具啊 或者是你可以拿你最喜歡的玩具 跟他交換啊 把這個玩具再要回來啊 總之呢 除了凶他 身體不可以做這件事情之外 可以給他另外一條出路 我覺得這個是 罵小孩之後的 補救的幾個環境 對 而且罵喔 我覺得罵你就針對這件 單一事件好好罵就好 你知道嗎 有很多那個父母 那個情緒失控喔 我翻舊帳啊 玩具 玩具 去搶玩具 有年代的關係喔 你會對不對 不會有時候一件事情想不好 我就覺得他事事都重要 譬如說他晚上沒有寫功課 起來寫就算了 他在寫功課的當時 我還會說 你知道你為什麼考試考不好嗎 就因為你這麼晚寫功課 你這麼晚寫功課 你東西能寄到腦袋裡嗎 寄不進去對不對 寄不進去 考試就考得不好 考試不好 為什麼你上課就沒認真聽 你為什麼上課都不認真聽 為什麼別人在聽 你都沒有聽 下課去封 下課不准去外面封 然後又扯到下課去外面封的事情 這有點算 你這樣一罵 大概一個小時可以不停 這個整個的劇情很長 對不對 所以這個罵喔 就是罵的對 成立了 也有罵出反效果的啊 對不對 王老師 有四種狀況 罵是沒有用的 第一個 你每天罵 罵養出了一個耳背的孩子 尤其是小男生 真的小男生活動量比較高 然後比較容易違反規則 然後比較不容易記住 你定下的那樣子的一個規矩 天天罵 天天罵 變得很耳背 你是不是更生氣 第二個 教孩子沒有情緒程度的一個父母 什麼叫做沒有情緒程度 我們舉三個 三個狀況 第一個 孩子吃飯 把湯灑出來 然後弄到你滿地都是 第二個 他拿 鑰匙 我們有那個 曾經有那個 小朋友拿鑰匙啊 在那個 爸爸 買的心愛的電漿 電視上面 天啊 那個怎麼可能不罵 這就是小時候沒有罵 第三個 就像維尼剛才講的 把窗戶打開 柵欄就想要出去看風景 或是看其他東西 請問 這三種 這三種狀況之下 你罵孩子的程度 會不會有差別 有 很熱情的 情緒啊 所以有些爸媽不是啊 吃飯 掉了滿地都是啊 或者說是 把他的電視弄花了 或者說是這個危險的動作 情緒來的都一樣 都是大罵 都是大罵 全部都是大罵 孩子不知道 這個沒有情緒 沒有情緒之分的時候 孩子接收到這一個訊息 你日常生活 每天都在罵 我每天就是被愛嘛 分不清楚 那永遠一點小事 湯灑出來也是罵生家新秘 你罵祖宗八蛋 對啊 功課不好 都把他扯進來了 對 沒有差別 那第三種 第三種也常常讓孩子 被罵了以後沒有效 就叫做剛才昌明哥講的 包山包海 不能就事論事 什麼東西全部都拉進來了 孩子的注意力 尤其在五歲之前 沒有這麼好 你罵完了 你到底要教我什麼 對啊 你看有扯到那個下課 好嗎 下課我不要 不要出去玩 不是 我是要罵你什麼 我是要罵你說 怎麼這次考這樣子 那麼不檢查 或者說什麼 忘記了 OK 因為你扯了好多好多的東西 把焦點模糊了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 孩子討罵 你說什麼東西 孩子會討罵 會啊 三歲前的孩子 不能被忽略的 所以他常常 你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就像剛才昌明哥講的那個例子 他可能想要過來 你理我嘛 你理我嘛 那有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就叫做討罵 他希望你注意他 對 結果呢 你真的罵他 這個時候呢 孩子下一次會不會再來 稍微愛一下罵 會 會 喜歡你罵 所以你要我們分析 孩子的行為 這個時候是不是真的是在討罵 吸引你 注意你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只是稍微來弄一下你的時候 你應該的作為是什麼 不理他嘛 對啊 而不是罵他 真的喔 對啊 你罵他你反而是 讓他促進他下一次這個東西的行為 沒有出來 其實那個我在那個門診真的很 非常的切身的時候 因為 你看那個媽媽帶那個小朋友來 很多小孩那個臉很不快樂 或者是完全失控 那個小孩就是 完全媽媽講什麼 這個不要那個不要 他完全不理 他就是進來就開始拿我的東西啊 聽診器啊 有勁啊 或我當自己家一樣很開心喔 放鬆 然後媽媽在旁邊怎麼唸 怎麼罵都沒有效 或者是有些小孩子比較敏感 就開始在那邊哀 那邊痛啊 不舒服啊 但是他永遠其實都沒有病 他只是心裡不舒服 然後我常常會問那個家長 就是我 我忽視這個孩子所有的行為 我先問他說 你平常一天跟他講話 有百分之多少時間在罵他 哇 那個答案 每一句都在罵他 沒有辦法跟他好好講一句話 對 他說 你說幾比幾喔 你看 有趣 百分之百都在罵他 他很難想說沒有在罵他的時候 我說那你這樣何苦呢 你帶著小孩不是很累 而且你看他完全不理你啊 或者是他就整天 在那邊哀哀叫 所以我都跟他說 你今天把你對你小孩不滿的東西 你好好仔細想一想 把它列成一張錶 然後呢 你就是每週有特別 這重點的這個教養 比如說這兩週 我今天直觀你爬窗戶 我覺得這最重要 這個會死掉的 對 所以這兩週呢 你去刮我電漿電視啊 把湯灑出來啊 或者把我沙發上面用彩色筆塗 都沒有關係 我都不罵 我這個禮拜我就罵你 爬窗戶 這很難 那你很快要換電視了 天啊 我就不相信 就是刮你電視你不罵他 哇 但是這樣子才有效嘛 因為你火力集中在一個東西 他也知道說 現在媽媽對我的接納了 所以我現在只有一件事情 媽媽會不高興 就是我去爬窗戶 所以他以後這件事情 他可以藉由這個方式 稍微改善 然後你在第二階段 再去做下一個調整 我覺得那是媽媽的情緒有非常大的關係 可能媽媽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問題 不能把那個情緒給拋棄掉 然後就直接對孩子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我自己情緒 不是說我要罵我的孩子 是我自己情緒有問題 那你在跟小孩聊天的時候 譬如說在吃飯 我就說 那你今天在學校吃什麼 他就是講話不清楚 我吃 然後那時候我就其實也沒什麼事嘛 所以我就說 你話都講不清楚啦 你上二年級連話都講不清楚啊 沒事就罵一下 天啊 他就他那個 我已經不記得我吃什麼 你連吃什麼都不記得 那你還記得什麼 你腦袋裡你還能記得什麼 這樣你考試能考得好嗎 這樣你考試了 哇 其實不是你兒子喔 冠本歸中你會考試沒考 那個邏輯好順喔 很順喔 邏輯很順耶 而且沒有痕跡的這樣子 你知道嗎 而且錢跟媽媽的情緒有關係 所以當爸爸的回來 給我們罵一罵就好了 就盡心了 爸爸去老 這嫁給老公的功能 原來我們是直接讓你罵一罵 發寫情緒 然後他先問你說 你現在是不是要嵌怒 好 我先讓你嵌怒一下 可是有時候罵到我覺得 媽媽自己都會覺得很生氣 很沮喪 我也是罵 罵到後來我兒子竟然跟我說 媽媽 你為什麼一天到晚要生氣 對 然後我就說 我不是一天到晚 我就繼續唸了 不是一天到晚要生氣 因為根本沒有人管啊 除了我管你們 還會誰管呢 其實他爸爸就坐在那邊 這是什麼 我就說你為什麼每一次都這樣子 我總是要這樣好幾次你才願意 他說媽媽沒有啊 像是我昨天 結果我去刷你為什麼要做我每一次呢 對 他想說 他既然我都努力了 你還是說我每一次 那不如我這樣很虧 我不如每次都這樣 算了 對